霹雳州酝酿变天 巫统霹雳州联委会主席兼州议会 反对党领袖沙阿拉尼昨天爆料指 霹雳州有可能重演2009年变天事件 他指西蒙政府有超过一名行政议员 目前正在尝试说服 两到三名巫统州议员 透过动议推导现任霹雳州务大臣 企图让霹雳州进行重选 这对此事霹雳行动党主席尼可敏就否认了 并要求对方停止散播谣言 他指出政敌如今山穷水尽 无计可施之下才会使出心理战术 霹雳行动党主席兼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 今天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驳斥霹雳有可能变天的谣言 他表示截至目前霹雳州议会秘书处 没有接获任何有关对大臣投不信任的动议 他批评政敌三穷水尽之后 才选择散播谣言 此外他也呼吁政敌停止散播谣言 又或者是做出任何违反民主的做法 行动党作为有原则 有气节 有尊严的政党 绝对不会支持议员跳槽 也不会 本身也不会参与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呼吁这个巫统 尤其是国阵停止散播谣言 他透露明天的第十四届 第一季第三次州议会将如常举行 而内容重点将会着重在 该州2019年财政预算案 也是巫统霹雳州连委会主席的沙拉尼 是在昨天爆料指 霹雳州有可能会重演2009年的变天戏码 他指西蒙政府有超过一名行政议员 在近期私下分头接洽 巫统五名州议员 计划在州议会中提成不现任动议 罢免现任的霹雳州大臣 针对此事 霹雳州行政议员 杨祖强救业于沙拉尼或许是因为没当政府 过于无聊 因而制造谣言 纳都斯里莫哈莫尼扎也强调他没听闻此事 而张家信则表示 对方的言论根本就是子虚无有 NTV7综合报道